现在我们开的正式广汽传奇最新的SUV车型 GS4 MAX 而这一车型也是集成了广汽旗下最新的技术 无论是架空方面还是智能化方面 那么首先它搭载的是一台第三代巨浪动力的发动机 那什么是巨浪动力呢 打开发动机舱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巨浪动力了 广汽传奇旗下的黑科技技术 里边装的全是冷却液 这是一个顶制的水冷式中冷 那么从进气开始 空气它经过风箱 被里边的空气滤芯过滤之后会到达涡轮 然后再通过涡轮叶片对它进行一个加压 那么加压之后的空气 它的温度会急剧升高 那么温度过高的空气 是不能够直接进入发动机参与燃烧的 因为温度过高的空气的话 它在发动机里面燃烧 它的燃烧会不充分 从而导致发动机退点火 从而降低动力 所以在传统车型上面都会在 涡轮和节气门之间放上一个风冷式的中冷 通过进气格山撞风的形式 来对进气温度进行一个降低 那咱们的这台传奇GS4 Max 它是放了一个水冷式的中冷器 它通过冷却液 对这个进气温度进行一个降温 那么优点就是因为水的比热容较大 所以它的降温效率 是要比传统的风冷式降温来得更加好的 那么缺点就是 同样也是因为水的比热容较大 所以当冷却液温度过高的时候 它的效率就没有这么高了 它的温度也同样不太容易散得出去 所以它的进气温度就唯有这么低了 那么我相信也没有谁会把这台车的水温 就日常情况下开的水温过高吧 也不会有人把这台车拿去开赛道吧 那么这台广汽传奇GS4 Max 搭配的是一台7速10次双离合 高效的变速箱 传动效率高达96% 动力响应快至0.2秒 那么至少官方是这个说法 那么这台车除了常规的驾驶模式 比如说节能舒适运动之外 我觉得最离谱的就是它这个影子车手的模式了 怎么去说这个东西呢 说直白一点 它就是它这个电脑行车电脑 它可以自动判断你的驾驶风格 它可以根据你的驾驶风格 通过TCU ECU以及ESP 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动机程序 变速箱程序 还有ESP车身稳定控制系统 来对你的整个车身动态进行一个调整 让你开车能像赛车手一样 为你茶楼补缺 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对于我来说 我还是更愿意车子你把所有的权限交给我 我自己去驾驶 即使我开的菜我也会说菜就多烈 经过了以上几个产品点的阐述之后呢 如果你认为这台车它主打的是一个 运动操控的车型的话 那你就错了 并且是大错特错 那么这台车它主打的是一个居家的一个风格 首先它在车身尺寸方面 它的宽度就达到了1米9 并且在轴距方面是达到了2750毫米 那么这个东西也只是小儿科 咱们现在去后备箱看一看 现在我们就打开它的后备箱 看看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 那帮我装 家姐 帮我拿 帮我拿 现在我们是把后备箱所有的东西都给放下来 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行李箱 有两个小的一个大的 还有许多像药箱 还有工具包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套露营的设备了 比如有它的桌椅板凳啊 并且这里还有还有矿泉水之类的东西 刚刚我一个人也是不太搬得下来 所以我找了帮手来帮忙 你们觉得这个空间表现到底如何 这台GS4 MAX 你可以把它看作成以前广汽传奇GS4的一个衍生车型啊 其实以前的那台广汽传奇GS4呢 它在国产SUV当中就是属于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 那么在这几年那台GS4也是衍生出来的许多版本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影库 包括说今天的我们这台GS4 MAX 其实今天我们只是对它的一些动态驾驶的细节 以及空间部分进行了体验 当然在我们今天没有体验的智能驾驶辅助的地方 它同样也表现的非常好 其实今天我们的同事也有对这台车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体验 他一下来就对我说 哇我觉得这个车它的动力响应好快 并且基本感受不到顿挫 并且它的底盘也是觉得非常的不错 它在过弯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底盘非常稳 其实传奇这几年底盘 我早在之前我试驾传奇18的时候就感觉到 它那台车它是一台MPV的车型 但是我觉得那台车底盘是要比许多SUV车的底盘都来得要更加的好的 如果你是一个对底盘要求比较高的人 同时又想选择一个居家SUV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会是你的菜 不妨去试驾一下 并且现在这台车即日起到6月30日之间 在广汽传奇APP上面下单会享受多重好理 所以现在你们觉得这台车会成为人们心目当中的国民SUV吗